现在这次大陆方面对于现在美国关系 跟美国关系 它是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止跌气吻 也就是说病还没有回来 它是止跌了 因为过去去年的11月 拜登跟习近平在巴厘岛建的时候 看起来那时候关系还不错 也建立了很多 同方同意建立很多协商管道 就是今年2月一个气球 间谍气球 把整个气氛全部都搞坏了 然后双方关系就怎么样 急转直下 一直往下走 那么美国方面一直想把这个颓势 把它挽回 到了6月 布林肯才好不容易被同意到北京 然后接下来美国的高层官员 甚至叶伦什么都落意于土 甚至连最对中国大陆 采取不友善措施的商业部长雷蒙多 都去了 中国大陆也同意让他去了 这些都是今天 习近平会应邀去美国与拜登总统进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是中国大陆的定调 这是中美元首会晤 他的重要性放在参加A派的非正式领袖会议的前面 所以他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了美中关系去的 中美关系去的 那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拜登的讲话 他也很直白 他说他们第一个不寻求跟中国大陆的脱钩 第二个他们也希望把这个关系往好的方向去改善 所以看起来的话气氛官方的这个动机都还是蛮正面的 那所以就是说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出来 那当然了以现在整个来讲的话 美国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他接连直接射入两场的国际战争 这两场战争美国都不晓得会拖到什么时候 现在这个尾巴战争你不要看它规模不大 可是也不是三两个礼拜中间可以结束的 继续打下去的话国际社会怎么反应 对不对 它是不是会溢出的效果 这都很难讲的 那美国已经不管在军事上在这个财务上 都已经完全支持以色列了 那这也会付出代价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恶务战争也遥遥无期 而美国又要选举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内部的冲突呢 党争又越演越烈 看起来拜登的这个老仇人 老仇人川普又要重新出山了 这一场恶斗好像是 山雨欲来 山雨欲来无法避免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任何人 不要说拜登 任何人都希望麻烦再少一点 那么跟中国大陆 是准备跟中国大陆好好较量一场 可是现在客观条件不允许 而且美国的经济状况 不管美国媒体怎么讲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的回升的速度不快 可是美国现在的状况更糟 那欧洲更不要讲了 所以你看叶伦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在接待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次看起来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 那双方在这个气氛之下一定会有所突破 对 因为这次这个APAC会议当中 大家注意的焦点 至少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 都是习外汇了 那么这个习外汇呢 它其实有一段历史的脉络 就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 因为首先的话是军事上 那个停止互动的话 是从2021年的8月2号 佩洛西串访台湾开始 就已经取消一切 而且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识别区 这个海峡中线这种问题 基本上都跨过了 那这个是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巴厘岛气氛不错 不错呢 但是大家想到进一步开展的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这个间谍气球的事情 实际上是乌龙一场 现在大家陆陆续续也都承认了 而且美国捡到残害以后 也不公布这个实际上的情况 但是中美关系确实伤害很大 中美关系伤害很大呢 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了 就是出现了很多名词 什么原来是脱钩锻炼 后来改成去风险化 那现在的decapling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应该怎么翻译了 然后另外的小院高强了 这个出来了 慢慢想法观念 但是呢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美国方面的话呢 一直非常注意的派遣高官 到北京来表达诚意 那这个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要强调中国本身 这边做出来的回应 这个叶伦讲的这番话非常好了 他就讲说是这个 经济不好的话 是对大家都不好了 那经济要好的时候 是大家都好 这本来就这个样子嘛 实际上的话呢 我觉得呢在面对的这个 中美两国之间的情况来讲 我坦白讲 那中国根本就不怕美国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 中国本身说话算话的嘛 那美国现在极有可能说话不算话 因为其实这个拜登 面临的是三场战争 他面临两场国际战争 还一场国内选战 对不对 这个国内选战 他这个三场战争 国际的这两场中的 什么叫输 什么叫赢的话呢 就很难定义 国内的话呢 看样子 他是真的是一个 垃圾包的情况下 所以说呢 这里头当中的话呢 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他刚刚就是非常重要的强调 就是说 美国的重点 其实不是在经济 也不是在科技 而是在军事 拜登刚刚讲的话 非常清楚 就是说有危机的时候的话 要能够打电话联系 中国的重点 其实严格来讲 只有一个了 就是这里了 就是台湾问题了 那但是现在这个气氛 大家觉得气氛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台湾可能就好 如果你觉得气氛 就是EPEC 西班会的气氛好 那台湾就要抓紧 自己的神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只要美国说话算话 只要美国算话 承认三个公报 那台湾就在美国的承认下 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不管什么 武器销售的问题 那都是次要问题 所以我觉得 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 这个会议是不会轻易结束的 对 那台湾湖这个作为 把他发动这场战争 可是他自己儿子在美国 就让我想起来 我们台湾湖有一个 这样子同样的人物 对 那金德他昨天讲说 如果他当选 两岸发生战争的几率 是最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有能力 守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再把它加一句 好不好 他最有能力 用别人的儿子 来守护台湾的安全 他自己的儿子 跟奈坦雅胡的儿子 一样都躲在美国 不知道是不是在 麦阿密那边晒太阳 在海台上 在那边喝冷饮 对 以色列年轻人 全部都在那边怎么样 很多都上战场 他们是在守会 所以 奈坦雅胡是用别人的儿子 来怎么样 来防卫以色列 那是不是 是不是跟这个赖清德 他所做的会不会是一样 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政客真的是不要相信 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的内心 不要用他的内心 这种嘴巴讲的话 来想他 来想他会做什么 那现在这个事实上的话 我想这个以色列一定会打医院的 他也不是这次打 西法医院也不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医院 而是他现在用地面部队进去了 他事实上老早把这个西法医院围得水泄不通了 他比较真的有争议 他不准里面的人出来 对 出里面那些平民出来他就开枪 对 他现在里面都是束手 他如果能够打进去 不费一分一足的话 那就证明里面没有武装 有武装的话里面一定反抗 那他现在又破获这个什么 又破获什么地道什么 你觉得你能完全相信吗 不过我觉得以色列就跟有人分析 其实以色列最后的 他所谓的最后的结局 是希望把这个加萨走廊 起码北部完全清空 他有很多方法 让这个医院可以去运作 可是他用最残忍的方式 你记不记得有七个儿童 已经因为没有保 他的那个保温箱没有电 已经死在那边了 然后西法医院附近 那个尸首堆积如山 野狗已经继续啃食尸体了 对 以色列无动于衷 发布的新闻就是说 我终于证实了 有这个哈马斯的地道 全加萨到处都是地道 对 你能证明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部分真的是文宣 跟事实的状况 真的是出入太大了 我跟你讲 我以前 因为我在台大教科学哲学 我们这一行里头的 从以色列请来的学者特别多 我以前听到他们讲一个笑话的时候 我是当时都笑不出来 可是我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 我把这个 不能说它是笑话 但是大家一听就知道 里面实际上未来发展的情况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 我在判断上来讲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 就说那个时候的话 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哲学大师 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说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尸体 浮在死海上是什么 然后他说是一个pollution 就是污染 他说如果一百万个巴勒斯坦人的尸体 浮在死海上的话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都猜不出来 也不敢猜了 他说是一个solution 是一个解决方案 那时候我们听到吓一跳 你知道吗 那今天的话 我告诉大家 你心里要有数 这个西法医院当中 刚刚看到那个镜头 会发觉 医院里面怎么可以没电 医院里光没电 要死多少人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而且的话 叫人家从北加上移到南加上 走不动的人 洗肾的人 行动不变的人 就得了帕金森的人 他们都死定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医院没有电的情况下 找到一个地道 在里头 以色列这种 就是说为了一个哈马斯的人 杀掉一百个平民的这种做法 引发了现在布林肯 布林肯自己到了以色列三次 无功而返 现在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布林肯自己 不得不承认 反宣传 说美国的国务院 都有可能至少四百个人 已经反对美国 对待以色列的态度 美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 很符合我们中国的孝道原则 对不对 讲任何事情的话 就是老来子 成欢西夏 那怎么样的话 任何麻烦的事情都可以变成 让你高兴 让你想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那现在这种感觉的话 拜登自己非常困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是陷入两难 如果说拜登总统 目前为止转变风向的话 那基本上美国整个犹太团体的话 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票也没了 那下面一个会选上的人的话 是最支持以色列的川普 对不对 那川普的话 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结果 所以导致于现在的话 以色列本身在这个宣传的过程 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讲的观念 我觉得这个报纸这样子去猜测 说肖美琴 公民心 要去建布林克 本来可能还有点机会 这一曝光就没了 一炒作就没了 这外交关系 你要拿来做大内宣的话 你通常牺牲的是你的外交 对 这种见面 双方的话基本上 就是说不要太声张 你有真的事情就见 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见的话也不是没见过 过去见的情况多得很 在A派什么情况都可以见 对 你跟美国的领袖 领袖见面 跟他的国务卿什么见面都不难 因为那个场合大家都在一起 你这个这边碰到了 那边碰到了 很多场合都会碰到 所以可是问题 你这样一炒作就完蛋了 可见这些绿媒 基本上就是把外交当做什么 当做大内宣的一个工具 这个是对外交最大的伤害 这个对外交是讲职 不要讲这些形式 职很重要 你真的公民心有什么问题 可以见到 他的说实话 他的对口也不是布林肯 对 那你基本上 你萧美秦里的位阶 跟美国国务卿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过程中本来就比较难了 那你这样子 这边台北这样 因为台北在这边 这边随便你炒作 华府不知道 台湾的这些媒体 所有第一时间 美国的这个疫情收集 都放到他的这个 决策官员的桌上 所以我觉得这些 大概民进党这个选情不利 一直在制造 他这个对他这个政府有利的各种消息 连还没有发生的事 他都已经吵得差不多 好像争有其事 所以他这一套线不灵了 不过这里我觉得我们要给马总统一个很高 很大的肯定 我觉得他这一次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这个挺身而出 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一个非常动荡的民心 动荡的社会 好像找到了一个遵循的方向 也好把一根定海神针插下去 就是说现在是70%以上台湾民意是要下架民进党 对那马英九总统我觉得他还是对台湾这个土地人民 还是展现了他的责任心 然后不计个人悔遇的 在关键时刻 就是挺身而出 两肋插刀 那我觉得以他的威望跟他的高度的话 今天能够造成南白河 我们真的要对他加以大大的肯定 那国家就是这样子 在一个危机存亡之处 就是有人会站出来的 就是有人会站出来的 那这次马总统站出来 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很温暖 心里面很温暖 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局底定 那后面当然还有些事情要 还要继续努力的 可是这个大局已经定 这种杂音也可以就停了 那基本上大家一起 所谓努力合作 来一心协力 然后把这个真正做出一个 让台湾主流民意 大家所期盼的是 让他能够成真 对我们本来就是说 这个1月24号就是 11月24号就是决定 就已经决定1月13的未来了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 今天这个决定 1月15这个决定 也决定了 明年1月13选举的结果 那是非常乐观的 我想主流的民意 会因为今天这个蓝白河 最后尘埃落定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 会非常非常笃定 我想要先强调一下 马英九最近做的事情 不过我的观点 跟我们介大师不一样 他是违心的 他认为他人很好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马英九的话 我从一个比较务实的 唯物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因为马英九本身 首先第一个 他的这个情势上的判断 大家基本上都心知肚明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 整合这个悲律大团结 然后因为等一下 我会提到赖清德 本身所代表的含义 对大陆来讲 对于世界人民来讲 都是甚至对美国来讲 都是非常危险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另外我要从 就是说马英九当过八年的领导人 他要从这个情知的判断上来讲 也变得非常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 你们这边讲的说说 看到了萧美琴在美国的情况 实际上我觉得 我昨天跟别人 在美国的同学 讨论的结果的话 会认为说 马英九这次出手 并不是说是什么 仁慈不仁人之物 他基本上的话 是因为想到了 这是唯一的出路 让大家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非常认同 这个介大使讲的一句话 就从现在开始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团结在一起 然后大家针对自己个人 能够做的事情 哪怕是一个人只有一票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那个赖清德本身 他讲的话 基本上为了当选 他什么都能说出来 我讲了三件事情 这个都是柯文哲问过的 这务实的台独工作主要 你要怎么务实法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 你要怎么样来圆这个 不发生战争 然后另外的第三点的话 就是目前为止 民进党的主席 莱清德干过 这个台独党纲 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的话 大陆得到的讯息 非常明确 就是说这个朱凤霖 强调这个独独相加的结果 并不会是一个空穴来风的讲法 因为我觉得 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台湾的话 说自己是中国人的话 好像变成政治不正确了 所以说给大家的莫名其妙 产生了非常多的压力 这里面所隐含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九二共识 基本上在台湾 说是没有市场 但是实际上 大家要面对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不是三个党之间 或四个党之间的选举 而是和平党 跟战争党之间的比较 因为这里面讲的话 沙利文这个讲的话当中 我觉得这个解读 是非常明确 因为他这边讲说 拜登有机会 自己对习近平说 因为我觉得他这里面 赖清德讲这句话 他其实第一个 他太低估 什么叫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话 原则上来讲 是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那你要影响的话 大陆影响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要怎么样影响 我也不清楚 第二点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大陆本身来讲 在台湾一般老百姓的印象中 有的人是怕 有的人是不喜欢 有的人是觉得不愿意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 他不说话 按照以往的经验 他不说话 是最佳的方法 就让他自己做抉择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 我就要强调 因为情势很明显 情知也很明显 大家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因为沙利文现在的话 他讲的这句话当中 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因为现在正在举行 APAC会议 然后大家都知道 这个APAC会议当中的话 里面最重要的 倒不是说 哪些参加会员国 最重要的话来是 这个所谓的习外会 习外会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 可怕正在展开当中 所以说大家可以心里 很明白的知道 美国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大家有这个 亚太经济框架的时候的话 跟今天的国际局势 是完全不一样的 亚太经济框架 那个时候 大家不要忘了 成立的时候 原来不是G7 原来还是G8 的那个时期 还有俄罗斯 现在发展的情况下 改变的非常多 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的话 国际情势 瞬息万变 而台湾本身的话 也不仅仅是一个小岛 也不只是两岸的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基本上 要能够注意到 我们的重要性 这一次 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 跌破了很多 所谓专家的眼镜 我想在这个之前 绝大部分的 含台湾的 或者是大陆的 或者是美国的专家 都说 哎呀 这次会谈 没有什么好会的 不会有很多具体的结果 也不会有所进展 结果这些眼镜 全部跌破了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的 这一次习近平 到美国去访问 是专程访问 不是好几个国家中的 一个国家 所以是专门 为了到美国 要到美国去 去四天 一去 很明显的 这一次的访问 跟过去有很大不同 包括跟美国的 重要的CEO的参会 也包括跟他在美国 三十几年 三十八年的老朋友 这位农场的农场主的家人 他设宴 款待 谢谢这一位老朋友 他们一伙人聚聚 这种都很温情 也很温馨 所以CNN 他们很多的主流媒体 都做了很多的 完整的一个报道 也采访了这个农场主 他们就讲到 他们跟习近平之间的故事 这种故事 在新闻传播来讲 是最感人的 因为很贴切 所以很快地在美国的媒体 就传播开来了 大家都好奇 关心 了解 问得很细 农场主也讲了很多 他们之间的小故事 那这些你想想看 都是很温暖的 也很有热情的 也拉近习近平 跟美国民众之间的距离 那参会你也知道 大家都很 门票根本就买不到 而且跪得不得了 那就代表什么 美国的商界人士 踊跃地要参加 你想想看 全美国各地的商界的CEO 都飞到加州来 为了要跟习近平共进 这个晚餐 那对拜登来讲的话 这个主人他怎么办 他做得很微妙 做得很巧妙 而且很贴心 例如说选择这个 两位会面的这个庄园 这个庄园是在北加州 很有名的菲洛利 他这个庄园 门票一张 在过去是开放式的 成人票一张要22块 然后如果说是 这个孩童票的话 是11块 像我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 优待票 优待票是18块美元一张 这比较便宜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庄园 舒服 大 但是重点是 这个庄园组在最早的时候 它是热爱中华文化 所以这个庄园里面有很多 它所采购来的那些 中国的清朝的 或者是清文的这些淘气 磁气在里面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种很贴心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拜登政府 很想要修补 至少要让中美的关系 不要再往下走了 中国也不想再往下走 所以双方已经有共识 不要再往下走 至少是止跌 如果能止跌 然后在这次谈的过程中 能够回稳上来的话 也就是说不只是L型 L型是他们的基本目标 但是如果能够慢慢成为 撬上来的 勾日型 或是变成U日型上来的话 那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 都是欢迎的 因为大家都真的不希望 这两个块头这么大的 中美再继续斗下去 都希望和平下来 那你想想看 这个都是一个好消息 您是记者出身 您是资深媒体 不能讲资深 是美丽的媒体人 您也很清楚地知道 百发百张的签证 那这个是美国也很希望 中国大陆对于习近平 到美国去的时候 多一些访问 多一些画面 传回中国大陆实际人 这代表什么 双方都想在民间里面 来修补彼此之间的 过去敌视的关系 好事情嘛 我先简单地 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关于中国大陆 跟巴基斯坦 在阿拉伯海这个地方 举行军演 这是年度的军演 那这次的军演更扩大 可是战争是 无一起的发生 可是军演是定期的军演 这次的军演扩大 然后是在巴勒 在巴勒斯坦 因为巴勒斯坦的北边 就伊朗 所以是在这个海域 举行联合军演 而且是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它就会牵制了美国的海空军 进入伊朗空域 跟伊朗交战的军力 因为这样的话 它会让美国的这个军力 如果说真的要去攻打伊朗 或是要攻打叶门的话 那它有可能会跟 中国大陆演习去产生冲突 那这样的话 美国就会比它节制一点 其实美国也没有打算 要跟伊朗爆发冲突 美国只想要用它的 这种我们所谓的军事的威责 然后局限住伊朗的军事的活动 因为它也不希望跟伊朗发生战争 但是它又害怕伊朗介入太深 所以它必须要保持相当的威责力 使伊朗的民兵组织支援相关的武装 例如说包括伊拉克 叙利亚的民兵组织 或者是这个尼巴伦南部的真主党 他们本身的活动 伊朗在支柱他们的活动的时候 那力道要减弱一点 那这个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用军事力量来压制你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战机 会去攻击摧毁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然后也包括在伊拉克的 伊朗的民兵组织所在的军事基地 但是在炸的时候 又尽量避免把伊朗的民兵炸死 就是我炸了你的军事基地 但是尽量不炸死你的人 因为我如果炸死你的人 那你的人你马上就会反击 所以你看美国的军事基地 被攻击的时候死的人数不多 那也就是说 这一些民兵组织去攻击 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时候 也尽量不打这些宿舍工作区 因为那个是人缘 人比较密集的地方 所以会打居地的外围的一点 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是都是表达 我们的愤怒或者表达 我们很有可能会扩大战事的一种姿态 那这个彼此之间在这个较量中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国际之间在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都会是这样玩 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让我们 感到痛苦的地方是在哪里 以色列已经是决议 一定要肃清北加沙的哈马斯 可是哈马斯又不容易肃清 因为我们目前得到的讯息 绝大部分是以色列想让我们知道的 但是实际上的哈马斯的情况 我们并不清楚 可是你看战争已经打了 一个月快两个月了 当初有人说一个月一定结束 后来说两个月一定结束 现在看起来都没有把握了 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到底他们的藏在哪里 活动在哪里 到底怎么打 然后不知道 那这次为什么会对西法医院 这么的敏感 是因为以色列指控 它的主要的指挥中心在那边 所以它要在医院的周围里面 一直炸 钻地站一直炸 一直炸 就是它认为有坑道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伤 可是不要忘了 更大的死伤除了这个炸弹以外 是来自于断水断电 观众朋友 很多孩子就死在保温箱里面 没有电 很多的人过世了以后 在太平间没有电 尸体腐烂了 堆积如山 观众朋友 人间炼狱 人间炼狱